各位觀眾,我是雪兔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個雪兔夢寐以求 我真的談了很久,就是為了這樣的東西 我也說過,每一樣我親自談的商品 都是我非常想要的 推薦嗎? 這我還沒辦法馬上講 但我可以跟你們說 我看了很多資訊,所以我選中了它 至於是什麼呢? 我先把桌子推走 不然的話,那個東西可能放不下 我們的LASCO AirPad白朗峰空氣清淨機 有沒有看到 這一台空氣清淨機呢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大 它還算蠻薄的 你可以從它的外殼就可以看到 然後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跟其他的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可以雲端操控 然後還可以用APP 讓你知道 你現在的空氣以及外面的空氣 到底有多到需不需要用到它 而這幾天,全台的空氣品質都沒有非常好 各位可以從各大新聞報導 就可以了解到 出門在外,一定要戴個口罩 外面的空氣品質PM超標於2.5G 其實對人體是有害的 那水兔是一個很容易依舊過敏的體質 不管是呼吸啊,還是皮膚過敏啊 非常困擾我 有時候在睡覺 我為了要保持空氣流通 我會開個電扇 讓整個環境是空氣在循環的 但是因為我們雖說是打掃了 可是還是有一些我們所看不到的灰塵 在於我們的房間當中 開下了電風扇 就會讓那些灰塵到處亂飛 嘴頭睡覺的時候會一直在咳嗽 那這時候我就會心想說 有一台空氣清淨機就好了 我就跟年高企業他們談了一台空氣清淨機啦 現在我要準備的是一把剪刀 嘿!我不知道裡面內容物是什麼啦 而且這一台的綠網是可以拆卸的 之前他們的人員還跟我講說 要到府來教導我 可是因為近期就有點太忙了 所以我看他模共計約時間了 我先拆一下 知道如何使用以及他的內部構造 真的有什麼不大了解的話 我再跟他們來一點好不好 他們人員真的來到雪兔家做拆解教學的話 那我會再拍vlog給各位看 來開箱吧 這上面應該是底座吧 然後 哇!我們的空氣清淨機本體 裡面有說明書嗎 有 它前面還放一個擋板 好純白無暇喔這個感覺 而且它真的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大台耶 連除濕機都要這麼大台 空氣清淨機竟然這麼小台 我雖然有看過更小台 可是它是我看過最薄的一款 我剛剛有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是可以壁掛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掛在牆上 然後來使用它 而遙控器呢 也就這麼小隻而已 你可以看到這後面 這邊有一個凹槽 剛好你就可以把那個遙控器放在這裡面 我們現在有一個 需要先做到的是 把這一台立起來 你應該沒事吧 OK 如何 直接這樣 嘟下去就 就OK了嗎 好像是耶 對啊它沒有任何的扣鎖 你只要把這個插進去就OK了 這樣就立起來了 突然覺得 好像有點簡單 絕對要是看它的使用說明書 千萬不要自以為是的在那邊亂按 我跟你講 不小心按到自爆引爆裝置 那就不大好了 當然這一台是沒有這個裝置啦 所以各位可以先安心亂按 看完說明書 你不會對這些案件有什麼太多的疑慮 另外一張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我要用APP 來去操控它的話 該怎麼用 好晚點我去下載一下好了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這一個產品說明書呢 我已經看完了 那我現在我先準備開機 它的按鍵其實有區分長按和短按 好以及 像是上面不會有顯示說 你現在的設計是多少 畢竟要簡化你的介面 首先 打開電源 為什麼這個聲音感覺好像跟我聽得有點不大相同 它裡面全部都還加裝著我們的塑膠模套 我難怪我想說奇怪它聲音怪怪的 嚇死了寶寶 好這些東西如果沒有把它拆掉 直接運行的話 沒多久應該就燒壞了吧 OK 這樣子應該就算完成了 那我們再一次啟動電源 為什麼這個聲音還是不太一樣 感覺有點像是爆屁的感覺 到底是哪裡做了 在昨天 廠商瞬間過來幫我換一台新的 然後我才發現有一些地方我組錯了 我在這邊快速的跟各位 來去做解釋 然後並且告訴大家 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首先各位一定是先把底座這個 下面裝好 之後呢 立起來把後面打開 接下來你會看到這四層 記得把塑膠模給拿開 這個是在最裡面的 這一層像是 網狀的 放上去之後 再放這個 偶偶耶 像碳的東西 裝上去 接下來這個板子 記得請貼3M的膠在四個角貼上 假如像這樣子 貼在這種角膠的上面就OK了 它這樣子就 盡可能的不會掉下來 你知道嗎 這一個算是一個濾網的東西 然後放上去 接下來就直接把後面的背板給蓋起來了 好 蓋好了 我們就來去插電吧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就是電源 按下去之後 它的這個燈不會馬上變成綠色 因為它會運轉個一下子 來去評測一下 你空氣中 到底污染程度是多少 綠色的話是優良 黃色的話是有點糟糕 紅色的話是非常危險 你也可以用APP來去了解 我們室內跟室外的空氣品質 而APP我認為 它比遙控其實還要來得好 然後 但當然你要開啟這個 最旁邊是智能操控 這個最旁邊這一個 你按下去 對 按住三秒之後 它就會再閃亮 這時候你就可以打開你的APP 來去連接它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先配對好之後 你才可以 用這個智能操控 假設你沒有的話 學術教你該怎麼做 在這個觸控面板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有三格嗎 那三格是指說 你的濾網 是不是要去做更換 假設有亮起來的話 就是要更換 而最右邊 這邊有一個重置的小按鈕 你要拿一個東西搓它 跟這個智能操控呢 一起按下去 兩秒過後 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就會嗶嗶嗶的在叫 在這個瞬間 按下去配對 你的手機 跟你的空氣清淨機 才可以連接成功 這時候 你在申請帳號啊 然後連進去 你就可以 透過你的APP 來去 定時啊 或者是 遠端操控 監控 這一台空氣清淨機啊 我認為 在各方面來講 都做得還算蠻不錯的 然後 它裡面的 裡面的那些葉片呢 黑色的 上次技術人員講說 是約 960個小時 使用960個小時之後 再更換 而其他的葉片呢 大約是12個月可以換一次 但當然 這是在 一直使用的狀況下 如果空氣污染 太過於嚴重的話 或許 替換速度會更快一點 那你們也可以去關注一下 機台這邊有沒有做量 以及 我們APP上面都有在 記錄著 記錄著他們使用的時間 你也可以透過時間 來去評估 要不要提早 換這裡面的葉片 終於我們搞了這麼久 才把 Let's go AirPad 白朗峰 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給組好 耗時約末 5天吧 你雖然看到我的衣服好像穿一模一樣 是因為這一段時間 我又把這件衣服洗好 所以我拿出來穿了 如果各位家中是小套房 或者是一個房間的話 是蠻推薦使用這個空氣清淨機 來去維護你家中的空氣品質 雪兔也在這邊跟各位講 你除非是已經擁有一個很完善的生活品質 你想要再提高 並且你有像雪兔一樣有過敏的困擾 那你去買空氣清淨機 絕對會讓你的生活品質提高 也對你的身體會比較好 可是若你還有其他的東西需要先購買的話 我還是認為空氣清淨機 也可以先暫緩一下 因為我記得 他們公司似乎還會再出一些 還蠻不錯的 也是相關於空氣清淨的產品 那你們也可以持續關注 至少我可以不用再擔心 我在裡面玩電腦 在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空氣很糟糕 一直讓我咳嗽了 它可以解決我的困擾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已經顯示的綠色 就代表客廳的空氣還不錯 而全台最近的空屋真的非常嚴正 出門在外戴個口罩 絕對對你的身體是好很多的 好不好 好啦那我是雪兔 感謝我們的年高企業 可以贊助雪兔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感覺真的很棒 你知道嗎 我希望下一台家電呢 我可以盤到一台吸塵器 你知道我真的很希望我全部的東西 都可以慢慢的介紹一輪 然後讓我的生活品質越來越好 這就是我在拍頻道的初衷 你知道嗎 各方面的產品資訊 我也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當中 我是雪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妨分享出去 也按一下左下角的喜歡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的小單元再見啦 各位掰掰